每一位大仆小朋友 準時光臨 全民行攻略 學習是人一生必備的好習慣 而補習是加強學習的一種課程活動 在青春期補習是為了要有 好的學問累積 更是為了學位的爭取 但成年之後有沒有想過人生 還有哪裡需要加強的呢 還有沒有哪些事情需要補習的呢 歡迎天天學習向上的三大戰隊 歡迎大家 第一組是婦科補習班的兩位聯考生 邱以太 詹懷雲 歡迎兩位 第二組是時尚品味大師 和時尚媽咪教育家林雁廷 Judy 第三組是投資達人 和理財專家的組合 梁展嘉和姚慧珍 歡迎兩位 書先來好了 一線致富是誰的書 大家好 我是梁展嘉 全職教育人梁展嘉 交易是我的工作 交易也是我的生活 如果你看了這本一線致富 學會一線投資法 你也可以替自己翻轉人生喔 這兩個人呢 這一個是投資理財專家 這兩個都是投資理財專家 基本上啦 他們竟然在出版社的牽線之下 才知道他們是 南門國中的同學 是是 同屆同屆 同屆 對 南門國中本來就是 升學率很高的學校 以前是這樣 現在不是 你幹嘛得罪現在學弟妹 現在也是 你要說希望未來是 未來也是 希望這本書可以讓大家支付 加油 謝謝大家 當然這兩個年輕人呢 帶來了一出好戲 成功補習班 掌聲鼓勵 導演藍正榮喔 想一下這部電影好不好 看起來頗懸疑的 這部電影是改編 藍正榮導演他 年輕時候的故事 喔 他以前曾經的荒謬是吧 對 然後呢 然後 好 然後他 就是這部電影是探討一些 就是 摸索愛情跟青春的 這個一個故事這樣子 我說張懷雲喔 你可以講兩句話吧 可以可以可以 你在裡面演什麼角色 我在裡面飾演的是張正恆 張正恆 對 張正恆 他的同學 爸 對 我們是同學 我們是同學 他就是演藍正榮小時候 對 我媽媽都好急喔 對 我媽媽 好想媽媽講 媽媽冷靜 他看起來不叛逆 他看起來很憨厚喔 問題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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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但因為他其實就是 在你 正恆在裡面角色 就是比較調皮 活潑 看他的活潑 講得一點 有沒有 就表示他演技很好 對 他裡面真的很活潑 喔 沒有 這裡面還有女演員吧 那個搭檔叫什麼名字 對 林毅蘭 這個戲打算什麼時候上檔 來 9月15有戲院口碑場 戲院口碑場 然後9月22是全台上映 全台上映 這是邱怡泰的第幾個電影 第一部 主演的電影 第一部主演的電影 主演 成功補習班 對 給他們最多的支持 好啦 福袋時間 今天有人沒來過 今天有一些 我們只有中間這一對爸媽來過 而是這對媽媽來過 根據CNPC的報道 上班都在裝盲的國家排行榜 有看過沒有 這太有趣了吧 哪一個國家是調查 票選冠軍 三個各拍一個代表 我先再一步了 三位 剪刀 石頭 布 剪刀 石頭 布 漂亮 你最後猜 回去 你們兩個 剪刀 石頭 布 你最先猜 好 選項有 新加坡 印度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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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請選擇 上班最會裝盲的國家 我們答案是 日本 日本 對 因為妳日本很熟 我們兩個都很熟 妳們兩個都日本 日本通 對 而且 那為什麼選擇日本 因為我記得我以前 像我們有代理日本品牌 然後我們在店裡面 客人沒來的時候 我們都要裝盲 這是真的 就是要衣服都摺好 還要拿起來再摺一次 對 就是沒有什麼店務做 你還要在那邊摺衣服 妳是怕主管巡視 又看到妳在那邊這樣 不是 因為妳裝盲的時候 客人就會覺得 妳好忙喔 應該是一個不錯的店 他就會走進來 對 就生意很好 這是上面主管教的嗎 對 而且這是會繞一個 那個員工心態上面 好像感覺我很忙 換妳們選 印度 新加坡 媽媽好急喔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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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目前在亞洲的經濟條件 是最強大的一個 為什麼選他 原來他們的經濟強大 是裝盲裝出來了 有可能的 沒有啦 我就是一個靈感選 你們如果今天是首選 第一個可以出來選擇 你要選擇什麼 你就是印度 我也是 真的啊 印度不是很 經濟能力也還不錯嗎 沒有 因為以前我在新加坡 住十年嘛 你在新加坡住過十年 對啊 我以前在新加坡上班的時候 公司裡面有蠻多印度人這樣子 那至少我碰到了 他們都在摸魚啊 在新加坡的印度人 我們這節目 新加坡看得到嗎 沒有 他們看不懂花語 聽不懂花語 對 安全 他有沒有 OK 好 而且我以前在英國 念書的時候 很多印度人 那他們真的很會講 可是真的要做報告的時候 都沒有出現 所以 對 感覺上還滿會裝忙的 他們會那麼會裝忙 怎麼會的經濟能力還那麼強 人多啊 他們有已經快超過中國 變成第一大國了 十四億人口 一半的人裝忙 七億人口 七億人口做事就好了 這些投資理財專家 他隨時在講數字 真厲害 超高 正確答案是 印度 恭喜 你們這個順序就是一二三名 我們裝忙被解釋為是說 表演性的工作 比如說上網時間長啦 要寄送的郵件多啦 或者要花大量的時間 在會議上面展示你的show 你的present你的成果啦 對不對 領導者不應該根據可見的活動 來判斷他的伸展力 應該是專注於他 實現之後的結果 對不對 你們決定答題順序 誰做第一個位置 我們希望這個 乙太跟懷雲在 第二個位置 就是講個半天 他們在第二個位置 他們是在第二個位置 那第一個位置在誰 我們 我們是第一個位置 你看怎麼講重點 他們第二 我們是第二個位置 你們第一 新攻略機會在七個位置 大家好 我是你的研究員 蔡向華 那我們的機會 與秘密賽制 也要提醒大家 在機會賽分成三個回合 坐在機會區 努力成為答題英雄 而在秘密區 決定的是你們的獎金 最後只有 一家 請開夢幻大門 好 在這集當中 我們要送給大家的禮物 包含了玩樂小桌遊組 還有寶劫店雙人組 以及高級萬錶組 十萬大獎是普拉酒鮮影機 而十萬大獎 則是獄手溫感大師按摩椅 希望大家都能夠把我們的禮物 給帶回家囉 兩斬家準備 好的 請出地理 史丹佛大學的人生設計課 建議從健康 工作 及哪兩個維度 反思人生觀和工作觀 A 娛樂和愛 B 認同與成就 我答案是B 你順利 為什麼不想猜A 竟然是人生設計 因為 你們有聽說過 有一個馬斯洛的金字塔這樣子 馬斯洛 的金字塔 它在最高的那一階就是 像是認同或者成就這個意思 因為你在那個金字塔 看到了這個 對 這個內容 對 那我認為它 所要描述的意思 是非常接近 那娛樂跟愛難道不需要學習嗎 這部分我覺得是比較 比較低階的需求 對 希望你是對的 因為他剛剛講到那個 金字塔的概念裡面 有成就的概念 來 請介紹 好 今天在這個 原生設計課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它把我們的生活 分成四個維度 包含了健康 工作 娛樂和愛 那你要全面去探討說 在這些人生當中 這四個維度 有沒有哪一個地方 出現問題了 而這個問題 又該怎麼來解決 討論從中那個切絞 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是不是反而應該 換一個思考方式 去解決它 同時你也可以想想 人生的意義 跟價值在哪裡 並且很重要的是 先去嚮往說 五年後的你 期待過什麼樣的一個日子 盡量把它更完整的寫下來 比如說那時候你可能 做什麼樣的一個工作 呈現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住在一個什麼樣的房子 那你就會更去明確的想著 要成為那樣的自己 必須每一年做哪些事情 才可能完成這樣的一個目標 你後面適合比較適合做 後面會不會 不...我只是說會不會 我們有機會 我們會輪胖這樣子 我們再觀察一下 對...再給大家一次機會 邱以太準備 請出下一題 職場應對學無止境 職場人格特質之一的 吉娃娃型同事有何種特質 A 渴望讚美和肯定 B 不怕得罪人 我的答案是B 鎖定 不怕得罪人 你家有養狗嗎 我家沒有養狗 但是... 你對這狗了解嗎 就是很愛叫 小心犬哪一個不愛叫 但是吉娃娃特別愛叫 而且特別就喜歡弄大的狗 就喜歡弄大的 對啊 牠們就不怕 不怕大狗 不怕大狗 好像滿有道理 所以吉娃娃並不是一個 渴望讚美和肯定 我感覺不是 牠沒有那個特質 對 牠沒有那個特質 吉娃娃就不是可愛的狗 會得罪吉娃娃 真的嗎 會得罪吉娃娃 切影介紹 整天的狗狗 牠都會去... 牠都會去弄大狗 好 其實在職場人格呢 被分為四種類型 有孤狼 貓咪 吉娃娃跟熊貓 而吉娃娃型的人呢 牠其實個性 就跟是我們看到的 吉娃娃狗狗差不多 就是牠個性就是比較急躁 而且非常的敏感 那所以呢 牠同時對於這個周遭的感知能力 也會比較強烈一點 然後牠也是很渴望 受到大家的這個關注啊 所以因此呢 你跟這樣的人在溝通的時候 最好呢 是用非常浮誇的讚美 或者呢 要拒絕牠的時候 就要委婉地拒絕 否則牠的心靈 比較容易玻璃心會受傷 目前都過戰不停喔 帶到了林業庭 牠就要停是嗎 停 對 一定要停 請出題 正確投資股票 生活更閃耀 金融股通常在第幾季的 價格最低是買進的好時機 A第一季 B第四季 我覺得我的答案是 第四季 B啊 鎖定 對 為什麼 因為財報都出來了 看財報 是不是比較好對明年投資 我不知道 因為我還沒看一線投資 我就用猜的 因為我覺得第一季你還很多不確定嘛 但第四季就是大概知道 它 今年的獲利如何可以 所以你明年可能就會比較容易去判斷 請揭曉 哇 很多人呢 愛存股 而且呢都會存金融股 因為覺得金融股比較穩定 那其實金融股呢 除了呢我們希望它的高值利率 可以常常的這個配息之外呢 更可以去掌握一下它的慣性來做買賣 因為金融股啊 通常呢 它在漲的時候有三個點 第一個呢 就是在除全息的前一個月 那因為呢之後就要配股啊 配息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 大家會比較想要去買進它 已經呢每年公布他們的獲利啊 跟股利啊 這樣的一個時候呢 也會讓大家覺得說 有一些比較利多的資訊 也會想要去買進 但通常金融股呢 會比較進入低點 就是十到十二月 因為除千息結束 通常外資呢 會大量的賣出 所以這個時候呢 金融股就會往下掉 所以如果想存股 反而這個時候呢 會是一個好的進場買價 OK Julie姐 那你們這組就剛好 好好示範一下了 一個示範答對 一個示範壓到找到一萬 好 來 一萬 在 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邏輯正確 好強喔 太厲害了 請出下一題 董傑的英語說得不夠到底嗎 台大教授獨創 增強口說的回音法 那這裡回音指的是什麼 A在心中重複聽到的話 B更念英語廣播 我的答案是 在心中重複聽到的話 妳這樣講英文就好了 答案是A 答案是A 然後再說妳說什麼 我的答案是A 湯姆 湯姆就是瑪莉 對 是吧 對 為什麼不是B啊 其實我英文也不是很好 我也是用剛才那個邏輯 就是說 第一直覺是B 所以答案就是A是吧 對 對 覺得她答對了舉手 也是嘛 邱姆太只有妳不 來 放下來 妳為什麼不舉 妳覺得是跟著念喔 並不是在心中重複 對 我覺得是跟著念 因為妳一定要練習 心中可以想得很完美 但講出來 就是台灣腔很重這樣子 跟著念跟在心中重複 其實很像嘛 但是她跟著念 感覺像是念出來 Speak out 是 但心中重複的話 只是默想而已耶 我不念我怎麼知道 我發對了沒有 所以你是 得到會不聽話 對 我請教 就沒想到大家都支持妳媽媽 因為她寫獨創 對 如果是獨創的話 就是要讓大家覺得很奇怪的 好 我只是這樣講 專家 好 來 請介紹 獨創 好 她其實並不是不跟著念喔 但是跟以前的方式不太一樣 我們過去可能一聽完之後 就馬上這樣把它念出來 但事實上呢 這樣都沒有過到心裡去 所以台大教授呢 獨創的這個回音法 是跟大家說 我們可以先快速的 去聽整個的這個文 的這個影片 然後聽完之後呢 你要把它的文藝啊 通通都看過一遍 確保妳知道是哪一些的字 接下來 一句一句慢慢練習 你在聽完了這句之後呢 先在心裡頭默想一次 這一句話的發音 然後在心裡頭呢 跟著那個聲音讀一次以後 再把它用嘴巴讀出來 所以你可能呢 是這樣的一個方式喔 其實你在聽完之後呢 你是過了兩次 你才真的把它給念出來 它會更加是你的印象 而且回音法 一天不用太久喔 一天只要十分鐘 否則可能會讓你覺得 太過疲倦 每天簡單十分鐘 就可以提升你的英語能力 Julie 來了 來 嚇死我 很緊張耶 一萬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的確離開了 對 他去哪裡 他在台北 但運氣不錯 五千元 五千元 請注定 征服白色世界 雪地玩家最怕會變身 玩熊臉 請問玩熊臉形成的原因為何 A 凍傷 B 曬傷 我的答案是 B 鎖定 對 雪地的雪白色就是最大的 反光榜 對 反光榜 反光榜 這有什麼好問的啊 沒有 這你有 你有滑過雪的人 大概就知道 理財算家都知道台 來 請介紹 這個 太送分了 這個 恭喜 好 在雪地當中呢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曬傷 主要的原因呢 是當眉海拔 增加一千公尺的時候呢 這個紫外線的強度 就會增加十六% 所以再加上雪地呢 四面八方的折射 很容易就會曬黑 因此在雪地當中呢 我們一定要注意防曬 除了要SPF50以上呢 同時UVA UVB的這個防曬呢 也都要把它做好 天線拉高一點 一萬 請選擇 跟剛才是一樣的 所以妳還是選擇五千塊啊 還不錯 好 因為我想說天線高一點的時候 那應該就是高雄啊 繼續出下一題 對 明星人難以捉摸 誠實觀也需要學習 研究指出 為什麼大部分的貓咪 都喜歡被拍屁股 A 可以放鬆情緒 B 想要感官刺激 B B 鎖定 我的答案是B 為什麼 我家的貓咪 也很喜歡 來給我拍屁股 所以我覺得 牠可能需 不是要放鬆 應該牠想要 HAPPY 牠想要HAPPY 所以刺激啊 HAPPY才會刺激啊 我們家那隻特別喜歡拍屁股 的確是是不是 你也知道的 同一隻貓 對 沒有 沒什麼意外的話是同一隻貓 你覺得我答案對嗎 我也會選B 他也會選B喔 母子連心囉 可怕囉 請揭曉 好 我們都知道人體上面 有很多的穴道 其實貓咪的身上也有穴道 而且甚至有一些萬能的穴位 就是所有的穴道 一個比較交匯的地方 我們就稱之為是百慧穴 人有百慧穴 其實貓咪也有百慧穴 而且牠們所屬百慧穴的位置 其實就是在牠的臀部 那其實只要你多拍拍牠 就可以讓牠 可以緩解牠的焦慮 失眠 憂鬱 等相關的情緒 像是拍牠的臀部 或拍牠的頭 其實都可以讓牠覺得很舒服 甚至會舒服到想要打呼嚕 達莉先轉移一下 好不好 應該唱獨角戲不好玩嘛 對... 給牠們一些機會 評寄一下 陳佳哥 來喔 請 出下一題 我的答案是A A 準備 烏定 清冷�แ秀氣 是苦的意思 對 親苦 對不對 人長得有點親苦 那中性帥氣的 會是其他的哪個味道 應該是 其實你很厲害 專家就是這樣子喔 就算不確定 對 也要講的戰丁截鐵的 對吧 講的跟真的一樣 也要講的戰丁截鐵的 保證會有一個答案 請介紹 苦戲的長相 對 好 我們常常聽到會說 女生可言可甜 但是我們比較少聽到 苦戲的長相 倒不是說要長得 愁柔滿面的樣子 而是其實如果以女明星來講 像是大陸的女明星相輸贏 或者是韓國超漂亮的女明星 韓素希 她們都是所謂的苦戲長相 就要長得自帶疏離感 而且你會有一種 你覺得她看起來比較高級感 清冷 然後知性 然後親熟那種風格的女生 所以她通常會比較適合 比較清淡古典的妝容 然後黑長直的頭髮 最能夠秤出這種苦戲長相的氣質 來 姚慧珍 慧珍姐 該妳了 一萬 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恭喜一百元 恭喜一百元 再來請 請出下一題 跟上科技 人生不落伍 近日發現AI能夠偵測何者 辨識常備用來犯罪的 DEEP FAKE技術 A 隨著溫度變化的毛孔 B 隨著情緒變化的血流 我的答案是B 隨意 隨著溫度變化的毛孔 隨著情緒變化的血流 因為血流的話 多多少少我們還看得到 但是毛孔實在太小了 就是根本是看不到 請指教 要跟大家說說 就是其實在這個AI的技術當中 我們有時候都看不出 他到底是不是這個人 所以他其實現在也有這個 就是假面捕手 他們可以偵測看你的情緒 就可以看出你的臉部的血流的 一些變化 去偵測說到底這個是 真的人所拍攝的影片 還是用AI製造出來的影片 當然它的準確度 可以達到96% 但也不是說所有的影片 都一定可以去看得出來 如果他畫質解釋度太低啊 或是這個影片太短 他就會不足以去分析 慧晨姐嘛對不對 對 來喔 好 來 一萬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被弄到了你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剛剛跟慧晨說 我們都沒有偏財運啊 請注意一下 我的答案是A 這是你知道的答案嗎 沒有 我感覺現在政府對 老百姓都很好這樣子 就是A的補助是比較多這樣 現在政府對老百姓都很好 常常送錢給老百姓 對 請揭曉 好 這是這個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他們推出的一個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 只要是年滿15歲以上 並且已經在職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提升自己 在職場更多的能力 所以包含了 西餐烘焙啊 或者是投資啊 美容啊 英文啊 其實這些課程呢 都可以多多去報名跟學習 那麼呢 會有三年七萬塊的補助 幾乎所有的課程 都可以幫你補助 八成左右的費用 非常的好 目前就你們這組沒開張 對 十一秒就留給你們好好表現 來吧 所以在 最後一題 請引助題 我答案是A 5秒 3秒 A 鎖定 你知道什麼是行翼拳嗎 其實我不知道 但我剛剛就是選一個 我覺得行翼拳 是不是那些什麼 什麼鶴啊 什麼的 真的 他就是那個 是不是啊 什麼虎拳 什麼鶴拳 什麼蛇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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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蛇 我剛剛是想到 因為我已經 以前有打過 截拳道 那截拳道就是從 泳村拳來的 所以我那時候在想 截拳道是一個 他是男人喔 對啊 因為他是男人是不是 對 所以我剛剛可能 你這樣想喔 對 我剛剛在 好不好 我剛剛是選一個 性攻略的答案 不要學你媽好不好 講個答案 我選的是性攻略的答案 我們答案不是性攻略的答案 我們就說 我就辜負你了 請揭曉 好 詠春拳呢 其實是以女性為這個 開發架構為主的一套拳法 所以他在乎的是 以弱勝強 以柔克剛 那詠春拳呢 他其實打起來 就是不像其他的 這個男拳北腿一樣 叫剛硬 他通常呢 只要適合女性 或身材較為瘦小的男生 那所以呢 其實也可以看到 香港的航空公司呢 他們還特別會請 詠春拳的師父 教導空姐們打拳 三組獎金報告一下 梁展嘉和姚慧珍 這兩位國中同學 得到兩百元 邱以泰 詹懷雲 淡薄名利 林業婷 Julie 兩萬元 暫時領先 恭喜 第二回合兩分鐘 要不要換人 換人 換 換啊 換啊 三上三下 來 換 第二回合從Julie姐開始 新功率機會賽 請出題 我的答案是 清晨 出題 可是那時候就是 綻放 可是那個時候 他生命力最強 所以你把他摘下來 他就可以延長他的壽命 OK 因為我也是造新功略的 一個方向 不要在這邊 擔發新功略 沒有 因為我想說嚇 我這邊主持那麼多年 我還不知道他方向在哪 真的嗎 有時候還不曉得 對啊 他們也會弄我 我覺得是清晨 請揭曉 對 對 好 如果你希望你再下來 玫瑰可以更保鮮 其實應該下午的時候再採摘 因為在晚上 它經過了一整晚 都沒有辦法行光合作 又沒有陽光的照射 所以在這個植物體內的二氧化碳 濃度是比較高的 所以因此它會呈現一個弱酸性 也比較不... 沒有辦法幫助到花青素的恆定 反倒是在這個下午的時候 因為已經經過了早上 一整個早上 的這樣的一個照射 所以因此 它已經從弱酸性 變成弱鹼性 雖然它花的這個鮮豔程度 跟顏色 也都可以維持更長的時間 答理先轉移 會正前準備 請出題 做人生選擇時 要小心沉默成本的陷阱 何則是原本常陷入的 沉默成本念務 A 與交往多年的對象分手 B 忍耐看完難堪的電影 與交往多年的對象 A 先講英文 A 我的答案是A 來 數定 這叫做沉默成本 與交往多年的對象分手 為什麼就算沉默成本 因為你的青春就過去了 那你過去了之後 如果你就分手 那你等於投入了 譬如說我交往十年 那如果我沒有跟他結婚的話 我這十年我就白費了 所以我就會忍 就像想要分手 但是還是要忍住 人們常常陷入這樣的謬誤 所以繼續交往 不要分手 那兩個沒有結果 也不要分手 因為你要ㄍㄧㄥ到要有結果 那這個成本不是 對 越來越大 所以是謬誤 陷入這個謬誤 是這個意思吧 是這個意思吧 原來有時候答題的時候 還得把題目看懂才行 對啊 來 請揭曉 對啊 兩個都是沉默成本 但分手就沒有了 對 好 沉默成本呢 就是它已經發生 你沒有辦法透過任何的方式 再去回收的成本 所以很多人呢 他其實會覺得說 我跟這個人交往 已經非常久的時間了 但是呢 我已經想說 我都已經浪費了那麼多年的時間 在他身上 所以縱使我知道不適合 我還是要跟他結婚 但你想想 那你就以後浪費更多的人生 繼續在他身上 所以呢 其實這才是錯誤的 這才是一個很常會見的謬誤 剛剛我們的選項A呢 就是跟大家說呢 你能夠果決的分手 當然你就沒有犯了這個 沉默成本的謬誤 但是 我們另外很常會發生的是 覺得一個電影不好看 可是呢 你已經花了兩三百塊 買了電影票 你不僅花了錢 而且你還忍耐地坐在裡頭 把它看完 浪費了你兩三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呢 等於說是錢跟時間 統統都浪費了 這就符合我們所說的 沉默成本的概念 大家轉轉移 該妳 加油 耳朵再紅給我看一下 來 請助理 日破的心理操控 人生更放鬆 煤氣燈效應 最初是以調節煤氣燈的明暗 讓人產生何種反應 A 懷疑自己 B 與身邊的人產生衝突 我的答案是 A 鎖定 調節他的明暗 會讓人產生懷疑自己的感覺 為什麼 不知道 我猜 比較荒謬的是 我調一個煤氣燈的明暗 為什麼反應出是一個 我會跟身邊的人產生衝突呢 就原本你以為他很帥 然後你開了燈也 原來長這樣 然後你想跟他打起來 我是想打他 你為什麼騙我是不是 你白癡啊 你為什麼要逼我講笨話 請揭橋 小姐她的明暗 為什麼跟懷疑 為什麼 好 煤氣燈效應呢 她其實是來自於一個舞台劇跟電影 在裡頭這個太太 她非常的美麗獨立 而且她有很好的經濟能力 但她的老公呢 想要磨奪她的財產 就故意在家裡頭啊 去調控煤氣燈的明暗 然後呢 讓這個燈忽滅忽暗 然後呢 這樣子一個狀態 讓女主角覺得 好像怪怪的 可是她覺得說 燈是不是有變化的時候 老公都跟他說 沒事啊 是只有你自己有這樣的感覺 後來這女生就慢慢開始變得 越來越疑神疑鬼 所以呢 如果我們把它套用在職場上啊 或者是我們一般生活當中 它就很像一種在PUA你的過程 就是讓你開始對自己 越來越不自信 然後覺得 好像對方講的才是正確的 所以要擺脫煤氣燈效應喔 比較好的一個狀態呢 是你要多呢 去學習新知 然後謀求不一樣的網絡的頻道 去了解真實的自我 不要只受一個人的言語去操控 這懷這太有意思了 好像恐怖片 這家 今年的那個非常知名的夫妻離婚 那個妻子寫了千篇文 萬文字的裡面 有提到這個 有提到這個 老公讓她懷疑自己 她這樣說的 煤氣燈效應 大家都知道那一對夫妻 一九三八年的舞台 去把它記下來 我覺得這滿有意思的 好 算你很 邱以太 你應該好 唉唷 你的世界大囉 最少就有兩千 最多有兩萬 兩萬在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方言 邏輯正確 邱以太 恭喜得到-2萬元 謝謝 兩百으로 剛才妳娘跟她朋友 忙得跟真的一樣兩萬 妳一提就兩萬 我就在等這個 呼應了這個人生的 另外一個真理 對 同工不同酬 繼續 好的 請 助理 答案是A 助理 先了解自己 所有事情都從自己出發 對不對 對 那有什麼好答的 難道這裡跟剛才雪地裡面 賽上還是凍傷一樣 是那麼簡單的道理嗎 我們題目都這麼簡單 難道新攻略想 我們得過金鐘獎肯定的節目 有可能都這麼簡單 好吧 我想太簡單了 切以介紹 新攻略 是不是新攻略 這就是 好 要求我們改善 其實分成三個層次 第一 是要好好改善自己的身體 讓自己能夠好好吃飯 運動 睡覺 有一個好的體能 那再來是改善 跟別人之間的關係 也就是提升你全方位的 人際關係上面的一個互動 最後才是回到 跟自己的關係 自己的對話 你可以透過寫作 寫日記 去了解自己潛意識內心 真正的想法 來 助理姐 開始 四十七秒有三題 請出題 我的答案是 A 所以 厲害喔 不選B喔 為什麼 就B很合理 然後 然後 我又被你影響了 B很合理 可是我覺得 感覺最近聽到的 應該都是跟 產業庭業比較有關 請介紹 如果去年不叫禁止的話 恭喜答對 謝謝 謝謝 好 禁止可以看到 這個工廠地產市場的 接連的爆雷喔 爆雷也就是說 他們爆發了這些財務的危機 比如說像是他們的P2P平台 因為與期對付 或者是經營不善的問題 導致就沒有辦法 償付這些投資人 本金加利息 而出現了平台呢 開始有停業 清盤 法人跑路 或平台失聯 倒閉這些問題 答對了是不是 對啊 停業庭 加油 兩外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四號是加零 差一個零 二十五秒繼續爭取兩題的可能 兩題嗎 可能 好 答快一點 請移住下一題 不要看到成功經驗 你就跟著學喔 因為這可能是 幸存者偏差 而這可是產生偏差的原因 A 對於菁英的盲從 B 只看菁篩選的資訊 我的答案是B B 首先 可是兩個不覺得 好像都有可能嗎 對於菁英的盲從 菁要 菁英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樣就是 我覺得它是名牌的 厲害的 我就覺得它是好的 可是我覺得 B 會不會太合理啊 如果只看篩選的資訊 只看篩選是人家 只想給你看到的東西 所以 所以我說會不會太合理 沒有 我是認為是B啦 對 這太合理了 來 菁英 借腳 好 就是我們通常聽到 這些成功的人士的故事 都會忽略的背後 其實有更多的失敗者 所以其實最著名的一個 幸存者偏差的經驗 就是我們常常都會聽到說 有超多成功的創業家 他們都是輟學 大學都沒有畢業啊 比如比爾蓋斯啊 賈伯斯等等的 所以就會呢 就是說服自己說 其實呢 這個學歷也並不是這麼重要啦 或是什麼之類的 但是就誤會了說 其實呢 他們的輟學只是一個 小小的一個點 但是呢 他們很可能在背後呢 是花了非常非常的努力 跟很多的運氣 才能夠達到 現在的這樣一個效果 所以之前他們也做了一個研究 就發現呢 其實多數的這些獨角獸企業啊 輟學的還是少數 而且呢 多半還是擁有了高學歷 跟很多的專業知識 林燕婷繼續 兩萬再 小心喔 無法提示的位置請選擇 漂亮 恭喜嘉玲 第二回合結束 你們今天 你們今天的分數非常的漂亮 第一組 第一組 兩載家跟姚慧珍兩百元 邱以太跟詹懷瑜兩萬元 只有一題 林燕婷跟Julie兩萬兩千元 暫時小福領先 第三回合 一分鐘要不要換人 換 不用換嗎 你要換嗎 我都可以看 我覺得按這個嘛 好 林燕婷準備 第三回合請出題 我的答案是B B鎖 鎖 什麼叫大概念分組拆分 就是把一個 一篇文章如果你要去記的話 那一個 比如說唐詩三百首好了 如果你要去記的話 我就會去大區塊 比如說前面兩句是講什麼 後面兩句講什麼 然後去記 記它的意思以後 就是把它拆分完 然後結尾大概是 要描述什麼 就是用這種大區塊的去分組 然後去增強自己的記憶 這樣 請這首 果然 好 就是說在記憶的方式上面 我們不是用單詞去死記 而是把它拆分 每一個東西去理解它的意義以後 再把它拼裝起來 所以你如果去聯想的話 就像是你把一堆散落的姿勢 散落的拼圖 通通再把它拼湊起一個完整的面貌 你會更容易去記憶 就是當這些東西 進到你的腦海當中 你要先經過整理跟分類 再把它去做一些連結 讓它成為有意義的東西 它才能夠從這個短期記憶 被移到長期記憶 才能夠記得長久 展家哥 請出題 我答案是A 所以 這麼有把握啊 對 你都玩過啊 都沒有玩過 我最想佩服你了 沒有 訓練時間較長 因為塔巴塔這個字比較長 他是說他哪一個說法是正確的 正確的 好 完了 平常還沒看懂 他的塔巴塔字比較長 所以你厲害 亂猜 猜對 來 我猜對了 先介紹好 好 其實呢 HIT 才是高強度間接運動 那每次運動的時間呢 大概15到20分鐘 透過呢 這樣的一個短時間的訓練 然後呢 重複的訓練 然後呢 並且呢 讓你的身體呢 可以大量的消耗到這個氧氣 然後就讓你疲勞 所以呢 它其實呢 是可以呢 讓你呢 很高 很高強度的 轉時間的去把它訓練起來 那塔巴塔呢 它每次運動的時間 大概是20到30秒 休息個10秒鐘的這樣的一個模式 然後呢 要要求心率的最大攝氧量 要達到170% 所以其實對於 不是專業的運動員來說 要做塔巴塔其實挺累的 以後接觸就曉得 你可以先從初階開始玩 好 真的 它一個禮拜兩天就好 所以我這個年紀也可以嗎 可以啊 先從初階開始玩 好 我們這年紀也越來越少流汗 你知道了 很多事都力不從心嘛 對吧 我也是不行 我也沒問那麼多就是 來 慧珍姐準備 最少三千 最多三萬 有歸零 你們的歸零還真不痛啊 對啊 請選擇 漂亮 漂亮 恭喜 歸零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不是這樣選嗎 我們是接受 而且她今天連續都會按摩啊 我就跟她拚啊 沉默成本 大家現在知道 沉默成本 厲害 厲害 人生千萬不要有沉默成本 玩油氣也是 達力全在妳身上 對啊 人家再給我一次機會 可以的 再拚一次 請出下一題 保障自身權益超重要 關於台風價 月薪族勞工權益的敘述 核整是正確的 A 企業可不執行 B 居家上班可補休 我答案是A 順利 因為其實台風價它並不是一個價 就是從法律的定義上來講 它不是一個價 所以它是一個 它算是一個 安全措施 對 安全措施沒錯 沒錯 這就是答案 請介紹 當然不懂的企業也有不一樣的福利 但是基本上來講 台風價這件事情 如果妳已經是休假在家了 那企業就可以不執行給妳 因為妳並沒有提供一個相應的勞務 但是如果老闆要求妳要來上班 那他就是要付妳薪水 可是不用給加班費 那如果本來妳的工作性質就是居家上班 放了台風價 妳在家裡頭照常上班的話 他也不用給加班費 就是正常的給付薪水喔 因為台風價本來就是為了保護人身安全 才讓妳不用出門的 逆不逆轉靠妳自己 妳現在只有按到三萬會就逆轉而已 請選擇 一號歸零 三萬在剛才讓妳歸零的地方 這就是人生 六千元 謝謝 所以我們現在又追下去嗎 因為妳沒有聽懂我的 妳沒聽懂我的暗示啊 對 OK 果然兩萬二 跳不漂亮 沒有歸零是對的吧 恭喜Julie 林業廷獲勝 送我這一對辣麻 什麼好禮物啊 我們要送給你們的禮物呢 有兩大項 一個是 八種料理模式 超過了百道的菜色 一擊可以搞定 一擊可以搞定 一擊可以調壓空溫 鎖住營養 留住每月預約功能 輕鬆開除 審時有效率 另外一個是 送給兩位 正式全台上映 九月二十二號 對 把握這個機會 好戲好書 一次送給大家 加油 運用你的智慧 掌握住每次的機會 才能創造你的命運 不用了 周一大做事 每天晚上九點已經準時鎖定 全民新功率 拜拜 在社會走跳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新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